中文字幕 李宗盛 收割眼镜800 都影响到我日后建立一个连锁店的时候 是融入了很多人情味的文化 要说完所有800 应该现在我没有记错是200多300间 其实感理是一种嗜好之外 也是我们企业经营的一种帮我带来很多启示 不是欠一个短暂的光辉 当它去到成熟的时候 它就可以发光发言 一个小小的一个自己的经营哲学 相信影影800之所以今天这么成功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们有一帮前线也好 后房也好这些同事 都是和公司一起 一个好像伙伴那样 尽力去做好自己的本分 走过很多不同的路 我记得有一个宣传的讲过 我都很喜欢的 那个slogan就是 看出一点真看出可观人生 第一个冲击 我相信是由85年起算 亚洲金融风暴 沙士2003年 2008年的金融开市 当时88真的辛苦 想爸爸的故事就是 曾经厉害过 曾经占满 也曾经跌倒 但是又起得翻身 在选择银行的合作伙伴的时候 都会考虑恒生为首选 和恒生的关系 企业的文化和经营的理念 其实我觉得有些地方是相似的 就是一个长远的伙伴关系 我们店铺收费 发工资 都是在恒生里做的 伙伴就是不应该随便换 感谢观众 少许意 知性 好 良心 好